前年七月在臺東廣源部落被發現的臺灣黑熊Mulas 經過照料後野放回歸山林超過一年 林務局以紀錄片的方式來呈現 提供臺灣首支黑熊野外活動的珍貴生態資料 透過密食訓練臺灣黑熊Mulas慢慢學會密食技巧 加上沒有遺忘攀爬的能力 他也慢慢恢復本性 前年七月Mulas在臺東廣源部落被發現 經過林務局臺東領管處等單位的努力 透過十個月的照料及訓練 專家評估後認為可以野放 重新回歸山林 在受醫師的細心照料下 Mulas從被發現時的四公斤 長到四十二公斤 他也放時 特別佩戴上衛星追蹤景圈 傳回的訊號成為臺灣首支黑熊野外長期活動的珍貴生態資料 林務局紀錄片方式公佈這段珍貴歷程 透過追蹤景圈傳回的訊號 讓民眾瞭解臺灣黑熊野放等工作的困難 也瞭解保育及動物救援的重要性 也可以作為未來黑熊保育策略能力 記者 陳嘉欣 吳家寶 台北報導